这个大陆环台军演 给我冲击很大的那种感觉 就是当时他们派了一艘 驱逐舰叫南京号 那南京号是解放军海军 一种叫052D型的驱逐舰 它从北边一路冲冲冲 连着在台湾东部海岸 从北边冲冲冲冲到南边回来 我们那时候派了三艘军舰 去监控它 让它不要冲进我们 24海里的这个精灵水域 当时的这个得到命令是 如果它正要冲进来 你甚至于用船身去挡 都要把它挡住 然后当时那艘大陆的 这个南京号驱逐舰 北边他们是碰到 我们这个基隆级的驱逐舰 就我们海军最大的驱逐舰 在那个中部 花莲外海碰到 是一个我们叫济阳级 就跟美国买的那个诺克斯 所以它也走到东部去 对对对 然后在绿岛南与外海 碰到是我们这个康定级 就跟法国买的拉法叶舰 但是让我感到最 那个觉得有点挫折感 很强烈的就是 我们去应对这三艘船 如果说单舰在海上 跟人家一对一的这个打 我们没有一艘船打得过人家 硬碰硬就不行 对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 科技跟军事能力都提升了 就硬体设备 船间跑力 船也比我们大艘 对对对对 那我们这三艘船 都已经不是对方的对手 然后共军他们现在每一天 他们其实有两个任务 是每天一定都在做 一个是在那个 雅丁湾的这个巡护任务 他们其实你就派了两艘舰 可能是我们刚刚讲 一个驱逐舰 带一个护卫舰 然后跟着一艘补给舰 就跑千里条条跑到中东去 然后去给中国大陆 或是跟中国大陆要求协助 保护这个船在雅丁湾航行 第二个就是在台湾周边 这个他们叫战备警巡 这个战备警巡摆这四个点 其实基本上就把你台湾 对东北对西南 所有可能外援会进来的通过 基本上就 有点像派了这个 那个军队派那个哨兵去战哨 派了四个点 派了哨兵战哨 天天的看你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我们 真的影响冲击跟最大部分 就是不可否认的啦 当然你说裴沃西来政府 这个觉得是跟在 在美国政坛上 能够跟更多的好朋友 有更多的这样的交流 但是在军事上来说 对于共军利用 裴洛西访台的这个事情 他们其实就完全把过去 对他们很多的这个障碍 就一口气就拿掉 这也是事实 这个也是我刚刚讲 为什么从我这个三十多年来 从小小军事迷到 后来开始跑军事记者 到现在感觉到真的就是 台湾大概在政治上 有一个比较大的跨境的时候 那同样的共军也会在 那个实际的这个防线上 有个大的跨境 你看在这个裴洛西来之前 他们没有这个战备 警局这几个烧兵点 没有 他们也不至少台海中线 他们还会尊重一下 就是说他们的战机过来 像比如说大家讲到 两国论的时候 那时候两国论 大家就很担忧 一直问国防部说 老共的军机到底 有没有过中线 有没有过中线 那时候我们国防部也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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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有一天 李总统说有啦过了两次 说因为那时候 刚好是夏天雷雨嘛 说他在飞的时候 看到前面有个云柱子 他说躲云柱子 结果就切进来了两次 就像贴西瓜 切进来了两次 因为过去在 比较怎么讲 双方的军事能力 都没有那么好的时代 我们会认为说 我们说海峡中线那么重要 因为大概过了海峡中线 基本上空军 有一个叫做作战指挥中心 可能就要准备要发空袭警报 可能就要准备发空袭警报 就像比如说 这次陪洛西的 来台的大陆联合的 他绕台的围台演习 军方最被大家 算是质疑的点 就是你的飞弹都飞过 台湾本岛当高 你居然没有空袭警报 然后反而是去年 大陆要打这个什么 叫运载火箭 对 结果你反而发了 国家节警报 大家超紧张 现在要打要打了吗 这样子 但是也不可否认 我们必须要说 因为毕竟军事是为政治服务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么多年下来 这么大的变化 还真的是让人觉得 云非习比的感觉 所以你还是会觉得 民众还是要提高军聚 不能都这么松懈 真的是温水煮青吗 对 不过当然啦 你要说两岸爆发战争 会不会这么快 当然你可以从 他的围台军演 到后来的联合战备警循 到现在联合 这个利剑的这个系列 你会发现 他的准备动作 其实非常快 而且的确吓人一大跳 为什么 因为过去像 比如说我一个 我一个好朋友 陈永康 陈将军 他讲 今天中共要犯台 没有那么容易 当然因为他曾经是海军总司令 而且他真的是公认 台湾所有的这种 退降里面 那个军事知识 最渊博的一位 退降有很多 这个私事有两种 退降有两种 其实你说真的 有一种是会去对面 听到国歌站起来的 听到对面国歌站起来 对面国歌 站起来说真的 以前郭婉容部长也是站起来 但是郭婉容部长 采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策略 因为那是在国际经议会议 而且当然是大陆的主办 他非站起来不可能 你不可能说 站起来我去上个策略 不是 他发明了一招 叫做起立不速立 就起来 还有插个三拳 或是站个三七步 对 他是那招 当时郭婉容部长是用这招 让台湾的代表团 避免了当时那样的尴尬 其实你就看到 某种程度上说 九二共事也是一样 双方的一个文字游戏 基本上 我们以前那边说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对岸是说 各自表述一个中国 同样的部分是在一个中国 不同的部分是在各自表述 但是现在的政府 基本上是抬取对岸的说法 就是说 其实本来九二共事 最大的特色就是 双方各说各话 但是现在的政府是承认 接受对方的说法 所以有时候想想 我觉得两岸之间 这种互动 真的就是跳碳钩 对对对 你进我退 我进你退 然后一直在测试 彼此的底线 然后如果测到了 那我多一点 我就试一点 我下次再开始的时候 我就从这个起点 再开始你进我退 其实对 你看甚至我刚刚讲 我们刚刚讲 那个两岸在海峡 那个上面 这样一个实力的变化 其实也是 如果你今天 你台湾没有一个比较大的 让对方能够抓到 这个某种程度来说 抓到他觉得 可以失力的点的时候 他也没有理由 一下子跨过去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 一下跨过原先的一些默契化 那时候美方的实力很强 你看不管从96年的 这个备旦危机 到99年两国论 甚至于 当然你说到现在 2020年 那随着美国的 跟中国大陆之间 国力的这个 消长 那的确现在北京 越来越不把美国 放在眼底 当成 那个最主要的考量 我倒觉得还没有说到 不放在眼底 但是那就是说 觉得今天我要说什么 我已经可以不把你 我已经有那个实力了 对 不会把你的这个 进来做这种所谓的 那个区域拒止 对不对 或说你这个 那个介入 会当成一个最重要的 那个 就要去考量 所以是事实 对 那对台湾的民众来讲 我刚刚讲的就说 他们现在动得很快 其实要让我们很警惕一件事 我刚刚有朋友说 陈永康将军就说 因为他一直认为 两岸之间 如果要真的要发生一个 军事的那个决战的话 那这一打 这打下去就绝对是决战 也就是其实 在那个两岸的问题上 对于共军来说 对台湾基本上 他只有一次机会 对 那这一次机会 他就一次要到位 对 那所以他事前要做 最充分的准备 然后呢 用最大的兵力 一次把你压制住 所以那陈永康将军就认为 你要他要能够 集中到这样的一个兵力 他至少需要经过半年的准备 就是说要把各种的 这个登陆部队啊 或者什么 开始往这个台湾 那个台湾东南沿海 目标就是首战集中战 首战就是一次要打 一次要搞定 对 而且要搞定的时间 还不能太久 那当那个 其实你刚刚讲的 这没错 他们要速战速决 所以在这个情况 他又要能速战速决 又要能够占领 因为其实占领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台湾好歹是 两千三百万人的岛 而且以军队来说 虽然说这个国军嘛 经过这个过去一系列 这个裁军 从金石金翠金镜到固安 他现在真正的这个原额 大概差不多 志愿役的人员 大概差不多只有16万17万 而且其实这个16万17万 如果你把这些行政的 这种单位扣掉的话 这个作战的野战部队 那个缺额相当的高 然后那我们国军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 非常多的女性的 这个军事官在部队服役 但是我刚刚讲 这些行政单位 这个女生的比例 就高过了那个十分之一 就是说甚至于到 百分之十四十五 也就是台湾的女生 在军队里面 很多是担任这种 这个勤务类的这样的工作 跟美军来相比 这种担任第一线的 这个战斗力 相比来说相对少一些 那我刚刚讲 她经过大概六 至少半年的时间 去集中这些装备 然后呢 跟集中了她的资源 然后对台湾 发动一个一次的 一次定到位的 这种军事行动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当然你要看 她这一系列的 这个时候 你看她开始集中 人员资财 什么东西 开始往大陆 东南一海集中了 这个时候你要去警惕 的确是 当然就是说 这几次大陆的演习 也的确展现了一个 让大家比较意外的点 就是过去我们会认为 你至少需要半年的准备 结果她可以玩这种 早上五点宣布 傍晚六点结束 当然说很多人 大陆网友就过度乐观 认为说 这个武统台湾很快 十三个角度搞定 当然是不可能 但是也必须要去正视 她这个背后带来的就是 她现在朝之急来 来之急战 也就是说 我这个部队 随时可以集中 集中来 而且就可以打仗 随时ready在那边 对 这其实对我们的军方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 这样一个压力 跟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就我刚刚比如讲 她现在光是平时这样玩 就已经玩到 你已经半死不活了 对 我刚刚讲 当然我服役的时候 那个经验是比较 极端的经历 但是你说 她的战绩 在假设说 好假设今天假设 她决定了 这个明年7月1号 她要动手 那这个时候前半年 她每天 北东南中 这几个战区部队 轮流调到这边来 其实我们就很消耗了 我们可能 还没有能够 就是说 那个 有足够的这个力量 真的来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飞机上去了 对 所以真是不能够掉 而且其实这个东西 对台湾来说 还有个更负面的影响 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刚刚讲 我们那个朋友 她说她当时 她跟我讲 空军的飞行员 作战任务跟训练任务的比例 是1比3 也就是假设是10个小时里面 2.5个小时是作战任务 7.5个小时要训练任务 因为现在战机很复杂 你看那个 韩文战士那个电影 你就知道 飞行员前面都是 两三个大营幕 然后那个营幕周边 都是一圈的那个按钮 所以她今天要选择 她的这个 那个一个任务执行 所以她可能这个要按几下 然后这个又要按几下 手要动几下 这个要动几下 所以变成说 她要去把这个装备 弄到非常熟悉 对 像那个教官 她当时就讲说 经过两国论之后 后来回复正常 有一天她做一个训练科目 她说她进入那个训练科目 帮飞机把飞机的这个 坡度角度带起来 要下去做的时候 她开始按那个按键 都按到一半 她卡住了 她要想一下 糟糕 接下来我要按哪里 她想了一下 这个在真的打仗的时候 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这个其实才是真正 就是说大陆军线 对台湾 那个一直长期的滋饶 对我们的这个训练的 这个流露 产生的影响 这才是真正值得 我们国人去担心的 那呼之急来 来之急战 其实已经是很要命的 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今天他有可能把这个装备 通通摆在那边 摆好的时候 突然就动手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前后可能没几天 就是你会发现 他可能的确把东西都集中了 但他得要干什么 我们还在一头 漠水的时候 满脸疑惑 跟想要搞清楚的时候 他可能就来了 这个就是很麻烦 是是是 哇这些提醒 其实都很重要 总而言之 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对是 我在之前有看过一本 所以我就是女生嘛 也没当过兵 所以那时候看到一本 那个阿共达来怎么办 后来好像也有 再出第二本 我觉得就我一个完全就是 不明白军事或战略的 女生来说 其实大概大概能够了解 战争这件事情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很恐怖 其实很恐怖 或者是有一些迷思 或者有一些 我以为应该怎样的 那个想法有点太天真了 实物上的状况 不是这样在看事情的 我觉得包含今天小教授来 真的让我们能够有 更进步了解 因为有一些是原则性的 例如说 军事永远是会政治服务 就像我们常常讲 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 其实都是有相关 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还是真是要看区域的发展 为什么国际新闻 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很重要 对 然后国际新闻往往 可能最没有流量 或是最没有点阅率 对 但是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真的是会彼此前动 对 美国大选 为什么需要再多关注一下 你不是只是看说 贺锦丽对台湾好吗 川普对台湾好吗 这个问题而已 所以牵涉的面向很广 总而言之 还是有赖于 领导者的智慧 这是最关键的 这其实也真的是 很让人 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说的 再回推过来 我们选举的时候 投下每张选票 也都很关键 对 的确是 好 再次感谢 下回小教练的时间 新闻幕后聊新闻 听得切看不到故事 我们节目每个礼拜 二五更新上架 现在各大平台 都可以听得到 你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聊新闻 欢迎订阅分享 并且在Apple Podcast 和Spotify的母亲评价 我们现在有粉专 也有IG 任何想法都欢迎回馈 同时如果有广告 商务合作机会 也欢迎与我们联络 联络方式都留在 节目资讯栏里 再次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就礼拜五公众再会 谢谢 谢谢大家